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 湖北省美术学院副教授罗石老师 那他的个人代表作是 用波普式和交叉式的这种视觉效果 来充分地表达他的个人的一个 感性和理性的一种 对艺术的理解 这张作品的名称叫 长江大桥 我用这种临格式的这种形式 你猛的一看 你不会觉得它像一张老的桌布 从色彩上 从这个形式的处理上 它有隆隆的那种 50年代的工业怀旧风 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个造型 通过这个色彩 来唤起人的一种记忆 其实春天它除了季节上的春天 还有一个就是 你看这个疫情这两年多 大家需要一个这样一个春天 一个期盼 一个代表希望的意思 人类对抗自然 就是有这样的必胜的一种信念 一种信心 其实是一种寄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